入閘 看看這隻快不快 小鳥奧牆 全部馬不準備 六場二班一千直路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 見到外面位置有新強勇進 奧遊戰士都很快 中間萬事不斷搶 淺藍衫還有宜昌寶寶 最入亮先生也搶上去 再見到馬林中間落滿家 後多一層馬 就是白臂枯 那隻就是海船萊 裏面還有一隻試試亨通 厚一點的馬 小鳥奧牆 香川桂寶 匯力之城 尾以紅衣那隻 是白聖龍 包尾暫時是黃龍大將 跑了一半 前面萬事帶頭 奧遊戰士第二位 亮先生第三位 裏面還有樂滿家 中檔位置新強勇進 宜昌寶寶 淺藍衫不多 外南位置上了一點 還有海船萊 再厚一點的馬 才是香川桂寶 鬥到最後百多米 見到透出就是奧遊戰士 中檔上來有新強勇進 亮先生外面位置 還有海船萊 裏面追上的試試亨通 接近終點 奧遊戰士拋離對手 跑第二名的馬 埋遍試試亨通 外面海船萊 兩匹馬都很接近 中間夾著追上去 還有一隻白聖龍 亮先生那些都有得拍 是呀是精彩的 不過二三四五名那些 頭馬都精彩 拋掉贏 奧遊戰士 第二名海船萊 第二名海船萊 最入的那隻 是試試亨通 中間好似他著 紅衣那隻 是白聖龍 和亮先生 亦都需要拍照 奧遊戰士 莫雷拉 2020也剩下場 跑第二名 十一號海船萊 我看到 這隻就是田坦光載 第三名 就是初出的試試亨通 無險東 第四名 哇早段好慢呀 白聖龍 追回第四名 結果就 儀昌寶寶就沒有走 不過包好尾 第二名 詞曲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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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除了交叉被枯 今天又回復明星馬本式 看照片 第二名是海船來 沙田 都爬得好 都爬得好 第3位 初出的14號 時事亨通 時事為王的兒子 跑到第3位 暫時少想想 但跑出來也贏不掉 3級的預計派彩勝出 A1級的原本派18個半 幸好他沒有順滑路 幸好他沒有順滑路 還是A1 是未開A2的 今天 蜜耀本輝 又是19贏到2020 第30元 今季 今天就出了三賽馬 最終最快的就是曼蝦 他就會出來 他沒有一條欄子 我説戰士就貼這條欄子 尼昌寶寶 按住他 真的不刻意很長 沒問題 蜜耀本有事 回歷之城也很黏 跟啡一樣 不斷回飛 最多有八勝六 組團也比較落後 今天要三個第四 暫時變成四哥 跟潘頓剛才三個第2 開場 下一隻 不要第四 因為1.9 維持得1.0 金槍60 暫時是1000米 反而評分加之後 賽程也越來越少 看看如何部署 崇山寶 之前就跑步跑步 出去遠征 當時是比較高分 好 到馬主 我得100萬元 優異成績特別獎金 時間是15秒97 始終是回到1000 就能夠再贏 四連環派 3452元 四重彩6號 11號 14號 5號順序 派64544元 這場有多寶 分頭不錯 這場有多寶 分頭不錯 分頭不錯 結果彈套贏 沒想到可以贏三個馬位 這隻奧遊戰士 後面整堆近的 再看一看 十四當奧遊戰士 起步的反應相當快 另外百姓龍慢了一點 黃龍大將有脫腳 前面位置萬事速度高 莫雷拉 就按著那隻奧遊戰士 中檔殺近來 就亮先生 後面見到 紅帽 黃衫極速進馬 跟著 宜昌寶寶 藍藍藍色衣 跑道的中間 見到諾滿家 外面事事亨通 帶了白鼻孤 那隻就是海船內 後面幾隻馬 都有點跟不上 那隻 香川桂寶 小鳥奧牆 匯力之城 包了尾 百姓龍 和那隻黃龍大將 早轉潘頓 後來都較為禮讓 被那隻萬事勒 很輕易殺到埋難 後來就空有成竹 最後四百姓 移出來網空 都過了理 新方潘頓那隻 好像一摸不到頭 尤其是重重 左右有馬 前面有遮擋之下 完全跑不出水準 最有驚喜 也有那隻海船內 轉過來直路 再一樣跑得好 看到現場在壓地 第六場賽事都覆完榜了 維斯K 6踏11排103.5 6踏14排168.5 11踏14排596.5 三屆方面勝出A1隔夜夜門派18.5 四連環派3452 四重彩6號 11號14號5號順序 排64,544元 頭關11號 排75.5 三天派彩 正獎是 16607586元 3T的安慰獎牌10萬2482元 1月5日,3T的彩設將會有超過1300萬多寶彩金 分段時間,頭段13秒01,第二段20秒23,每段時間22秒73,猜測完時間55秒97